想尝试Podcast广告吗?其实比你想的还简单 声浪动态广告置入,运用独家技术 让广告真正被对的人听到,不必花大钱就能办到 更多资讯都在声浪官网,现在就上声浪联系我们吧 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4月27日 一个民事的人 不但是要按捺自己的激情 不使其显露在言行上 还要能管理它 好能不凭一时冲动 而依理性行事 在生活中您是一个能够依照理性判断 来决定自己所想、所要的人 还是一个喜欢追随感觉而生活的人呢? 信仰帮助人愈来愈认识自己 在理性和感性的和谐中 使人能活出受造的目的 也就是说即使生活很频繁 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事迹 可是活得充实又有意义 在这句自语中 圣依纳绝分享在信仰内整合自己 所活出的样貌是 成为一个合乎理性的人 就是按照理智、行事 不只要按捺自己的激情 不在言行上出轨 而且要加以驾驭寻服 这股内在的动力 因此在面对事情时 不会只凭冲动 而会依照合理的方式来行事 会按捺激情 但不是变成冷若冰霜 只是不要贸然行事 1514年戈白尼在短论中 提出地动说猜想 提到太阳为宇宙的中心 但是日心说的理论 刚出笼 就陷入教会反对 和大众排斥的争议 他一直等到29年后 临死前 在病床的最后一刻 才吩咐 天体运行论可以发表了 这本著作是 现代天文学的起步点 它开启了戈白尼革命 并对推动科学革命 有相当大的贡献 他不在活着时 喊教会冲突 选择让历史为他做定位 戈白尼是这句智语最好的典范 他是一个明智的人 能够按捺自己发现日心说的激情 他活出了历史 内的祈祷 上主 请收纳我的理智 所以有理智的人 不会凭一时的冲动 而做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